对面交流道 真的耶 一辆黑色修旅车 展现超奇葩开法 驾驶一路从快速道路扎口 像溜滑梯一样 咻的一下往下溜 不是他真的从最上面 这样倒下来 真的耶 一路倒车滑行 从扎道口最上面 巴苦回到平面道路 整个夸张过程 被其他民众拍下 离谱驾驶让人傻眼 我觉得应该是开错了 最好为什么不在下一个交流道下 这个地点在台南 仍得86快速道路 扎道口开上去就不能回头了 但驾驶不但狂倒车 后方车辆还差点撞上 停在路边 挥手叫其他车先过去 自己大回转离开 恐怕大事大条 快速道路上违规倒车 可处汽车驾驶人 新台币30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发还 国道一号新银交流道 路面仿佛仙女散花 白色不明物体狂飘 占据好几个车道 后方驾驶根本来不及闪 空翁空翁撞上 车子拍料料 国道警方调查 掉下来的白色物品是太空包 造成后方驾驶刮伤和毁损 驾驶自称 维修费高达6万元 要是警方没抓到肇事驾驶 恐怕这一笔维修费 球场无门 据耳赖管张台南报道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抢好康哦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